医院里,一个男孩不小心撞到清洁车,打翻了旁边的润滑剂 清洁工并没有责怪他,而是默默将润滑剂清理干净 就在这时,女护士推着氧气瓶走向仓库 却没发现润滑剂已经流入屋内 女护士脚下一滑,摔了个四脚朝天 清洁工急忙将他扶起,却没注意到钥匙掉在地上 更没注意氧气瓶已经泄漏 女人想关上仓库大门,却被钥匙死死卡住了 毫不知情的女人继续用力,要是摩擦产生火花 消保员接到任务,火速抵达事故现场 开始有序疏散医院病人,然后嫁起天梯通往育儿室 将婴儿一个个安全转移 而另一边,刚刚那个男孩也被困在火场 他抱着妹妹来到隔壁的房间,拨通了救援电话 接线员了解情况后,不停安抚他的情绪 并通过男孩得知,他们被困在318房间 在接线员的指示下,男孩用打湿的毛巾堵住门缝 但还有浓烟在不断涌入 接线员和他失去联系,另一边 消防员来到318房间门口,发现里面已经被大火吞噬 他们只能遗憾地通知接线员,救援以失败告终 接线员天后伤心不已,在组长的安慰下 他只好先放下工作,去平复一下心情 消防员以为没能救出男孩,自责不已 可没过多久,接线员再次接到男孩的电话 问怎么还没有人来救他 接线员一脸懵缺,可男孩坚称自己在318房间 消防员看看后视镜若有所思 原来男孩看错了房间后 消防员再次冲入火海来到5楼 终于找到了那个房间 进去后发现,男孩吸入大量烟尘昏倒在地 但脉搏还算稳定,他们急忙将两人救了下去 接线员得着消息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女人赶紧将孩子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之前的接线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他再也蹦不住了